四年一度的奥运会盛大开幕 法国政府希望透过奥运会 将自由 平等 博爱的精神 散播到城市的每个角落 王静雯去年从中国来到巴黎留学 他前阵子趁着周末到处游玩 但是这样的出行 接下来两个星期可能做不到了 随着大量游客 运动员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到来 整个城市可能拥挤不堪 为了确保安全 当局全程戒备 对民众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 我觉得在无论是出行上 饮食上 还有交通 还是各方各面 都会受很多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会 比如说办公室就会设置 在家办公这样子的选项 或者说是很多的公司 直接就选择让员工放假 这些都是我们应对的一些措施 那如果说是需要上班的话 我们也会提前规划好时间和出现的方式 王静雯目前在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实习 他说公司已经为奥运期间的工作做出特别安排 可能百分之百会在家办公 但如果说可能公司有些需要 需要确实是来到公司 大家开一个面对面的一个meeting的话 也会提前的大家随时沟通 新年奥运会的预算预计大约90亿欧元 相当于131亿新元 自法国提出申办奥运以来 就有不少人反对 认为花费太大 一项调查显示 每两个巴黎首都圈居民中 就有近一个认为奥运会是一件坏事 也有超过一半的法国人考虑在奥运会期间离开巴黎 这引发外界讨论 会不会有越来越多国家不愿举办 类似奥运的大型体育赛事 奥运的重大的盛事 推动他们这些国家的基础建设 那么推动他们的旅游业的发展 那么尤其是传播他们的品牌 那我觉得都是有价值的 所以我认为奥运会还是有许多国家愿意举办 我觉得奥运其实不会是一个亏本的事情 相反会提升这个城市 这个国家的品牌 那么尤其是那些了管理比较精细的 那么能够传播自己 或者有自信传播自己软实力的国家 我觉得还会继续申请举办奥运 体谈盛事来到自己居住的城市 王静雯说如果有机会 他还是希望参与亲身体验奥运的魅力 我们肯定是支持的 因为可以看到不同的赛事 然后也可以接触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 会很想去看 但是一些比如说开梦市 冰屋室的票价会非常非常的贵 但是一些项路上的票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就是可以买得到票的话 还是会去的 换皮疙瘩的票数换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